大家好,分享科技,分享生活 今天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方案 用来解决设备未获得谷歌Play保护机制认证的一个报警 它的思路是我们自己去登录谷歌的手机设备认证网页 然后将自己手机的GSF序列号 手工在谷歌的官方注册页面上面注册登记一下 完成注册登记后 清空一下谷歌服务相关软件的一个缓存 重启一下手机 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办法 如果成功了,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那好,到我的华为手机上面给大家看一下吧 Let's go OK,欢迎来到我的华为手机 我们先点击这边的设置系统和更新 点击这边的软件更新 可以看到我这边用的是HarmonyOS 2.0最新的版本 已是最新版本 OK,我们回到桌面 首先我们需要下载一个软件叫Device ID这个软件 是用来下载完了以后的话 能用来查看你这个手机的这个谷歌框架 这个设备的一个GSF的一个ID 然后我们需要用到这个ID去 去谷歌的官方网站上面去注册认证一下 OK,从哪里去下载这个Device ID呢 我们可以从play商店 如果说你能用play商店的话 这边直接就输入Device ID 这个时候你就能找到这个Device ID 开发者是EVOCI这个工具进去以后 然后点击这边的安装 就是这是一种方法 你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下载到 然后第二种方法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up to down 就是之前我介绍过的第三方的一个应用商店去下载 也可以在这边点击搜索 然后Device Device ID 点击一下搜索 这边的话也能找到你想要的那个Device ID 点进去 然后点击这边的一个安装 也可以进行一个安装 当然呢 还有第三种方法 点击这边的APK Pure APK Pure点进去以后 也可以通过搜索Device ID Device ID进去 可以搜索到Device ID进去以后 也可以通过这个APK Pure第三方的这个应用 点击这边的安装就可以了 OK 然后说你这边都没有安装这两个第三方的应用商店的话 那你还有第三种方法 第四种方法 这边的浏览器 点击华为自带的浏览器 然后我会把这个网址贴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你可以直接通过这个up to down这个网站 直接从网站上面去下载这个Device ID 我这边的话就点击这边的下载 直接通过这个网站来下载 你就不需要安装第三方的应用商店了 OK 这边又弹出Device ID 我们点击这边的下载 点击下载 从这个直接从网站上面下载这个Device ID 好 下载好了 这个软件很小的 直接点击这边的允许 继续安装 来安装这个Device ID OK 安装完成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的完成 然后回到桌面 你看到这个Device ID已经装好了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的Device ID打开它 这边点击继续 好 点击确定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叫Google Service Framework GSF 这是一个序列号 然后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序列号复制粘贴下来 选 点击一下这个Google Service Framework 点它一下 然后点击左下角的Copy 它的意思是 这个是一个 GSF login and should remain constant for the lifetime of the device 这个是你的手机 就是之前装的谷歌框架的这个已经装好了谷歌框架之后的一个序列号 然后它是一般是不会变的 只有你在重置了手机 If a factory reset is performed or you clear the GSF app data on the device 如果说你做了一个重置的话 它这个序列号会变的 当然你装好以后只要不重置的话 这个序列号是不会变的 我们点击这边的Copy 好把这个device ID GSF的这个ID copy下来 让我们回到桌面 然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浏览器 打开了以后的话 我们切换到另外一个网站 是谷歌的官方的一个网站 是用来专门认证那个GSF的一个网站 首先我们需要登录你的那个 你的账号 就是你登录这个Google Google的那个应用商店的那个账号 输入完账号以后 点击下一步 然后输入你的密码 输入门密码 点击登录 好登录以后的话 这边就是有一个设备注册 就设备注册 它上面写的制造商会 就是用来注册 那个第三方的一些固件 如果你在自己设备上 使用自定义的room的用户 请在下方提交你的 谷歌服务框架的Android ID 而不是就是要把那个device ID 放进去 谷歌服务框架 把这边Android ID 服务框架的ID 粘贴进去 就刚才通过那个软件已经粘贴好了 我们点击这边的粘贴 好粘贴进去了以后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 点击这边的进行人机验证 选中 好 它需要你去选择一个公交车 那我们把公交车群的选上 选上了以后 我们点击验证 好 通过验证了以后 我们点击左下角的这个注册 好 因为我已经注册了 所以说它下面显示 这个只已注册 因为我已经注册过了 OK 你这边的话就会显示注册成功 OK 你这边就会显示注册成功 然后注册成功了以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回到桌面 然后点开这边的设置 然后进入那个应用和服务 然后这边应用管理 这边输入一下GOO OK 去到GOO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四个点 然后是显示系统程序 选中了以后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清空一下 谷歌服务框架 强行停止 好 然后我们存储这边 清空 删除数据 好 这边两个都已经毁掉了 完成 返回 返回 然后我们这边的谷歌账户管理程序 我们也清空一下 存储 删除 删除数据 好 账户管理成清空了 然后我们在这边 谷歌play服务 强行停止 好 存储 清空 管理空间 我们也把它清除所有数据 好 我们再来一遍 保险 保险 你再来一遍 清除所有数据 好 然后我们返回 谷歌服务 然后呢 谷歌通通讯路同步 这边我们也可以把它 清空一下 删除数据 OK 那我们做好了这几步的以后的话 然后我们就重启一下手机 长按电源键 重启一下 好 这边的话就点击一下重启 OK 现在我的手机已经重启过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 你就打再次打开你的play商店 看一下 就是有没有那个未获得认证的一个报警 按照这个道理的话 如果说你已经手工注册的话 你的逻辑上来说 就不会再跳这个 未认证的 因为你是手工进进入那个网站 去认证了你这个gsf的一个谷歌框架的 一个序列号 这边的话 比如你打开谷歌云盘 你再看一下有没有这种报警 包括谷歌地图还有gmail 可以再试一下有没有这个报警 如果成功的话 欢迎在这个视频的下方留言 OK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 欢迎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